他约大清早来干什么 赵雍昨夜醒了 殿下是先问哪一个 太好了 安平博说了什么 他说他吃不进去 不应该啊 这是我东府膳房 整整顿了两天的 你放心 我跟你们不一样 不会因着家见不得人的东西 有话我就说在面上 供出中书令 供出战马的去向 本宫可以饶你性命 本宫可以饶你性命 回话 这就不好办了 提人犯准备烙铁加棍 接着审 这不是能听得见吗 这是你让打的 行是本宫让动得不错 可是 把安平博扔到本宫敲铺之下的 另有其人吧 中书令吃肉 安平博未必能喝到汤 为什么维护他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为了顾虑你的外孙 现在他的命 在我的手里 不在中书令的手里 就算你肯吐出满嘴牙 也不愿意吐出一个字 就算你为了保他死在堂上 那也没有用 萧继的两个军士在我的手里 只要我愿意 我随时可以让他们供出齐王来 到那个时候 我会彻查齐王府和齐王田庄 整庄室 你和中书令满身士 你救他一人一尘不染 安平博你信吗 我 周勇已经能够说话了吗 能了 能了 今天问你的话 你都要据实回答 是 萧继卫士 驱马到东宫田庄 是谁的指使 是 是我的主意 这次过堂 我要在你的嘴里 听到李百舟三个字 剩下的你不用管 你也管不了 是什么人 你们贪渡了多少战马县 在什么地方 就只有那三十匹军马 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乱臣贼子 给我大行伺候 殿下 这是重刑 这才刚刚过了三天 走 你们到底探过了多少战马 线 在什么地方 说 徐水交刑 接着神 殿下 罪人 怕是醒不了了 会啊 那些人 有关 有关 有关